寫到 如果有員工不願施打國產疫苗 或指定特定疫苗者 請勿列入造冊 請勿列入造冊 你如果不願意施打國產疫苗 或者你要指定哪一種疫苗的 就不能列入造冊 這個是引起恐慌的原因 所以這一位民眾 他跑來跟我們澄清說 委員啊 那這是什麼意思 所以如果我不願意施打國產疫苗 我就不能列入造冊 那我就不能夠施打疫苗了嗎 我的權益在哪裡 再來 這個是要造冊的 所以我如果不在上面 我是不是就是黑名單呢 我會不會是點名做記號 這個他們是像 他們就是造成一種恐懼感 莫名的恐懼感 還有他權益上面的受損 再來這裡寫到的國產疫苗 到底是哪一支國產疫苗 請問我們現在 金晶姆你告訴我 我們哪一支國產疫苗 得到EUA授權可以施打的 請你告訴我 你們需要超前部署到這種地步嗎 這是超前部署嗎 不是 你該超前部署的沒有超前部署 這個叫超前授權 不用談說我沒有做三期 連國內的EUA都還沒有通過 你就在調查說 你要不要打國產疫苗 請問國人怎麼做判斷 我們的民眾他要怎麼做判斷 你這支疫苗都 國產疫苗都還沒有 都還沒有經過國內的EUA授權 然後你要叫民眾決定說 你要不要打國產疫苗 你如果不打的話 很抱歉你不能列入造冊 這是什麼啊 這不是恐嚇嗎 對不對 難怪民眾會恐慌嘛 你叫民眾怎麼做選擇 怎麼做決定呢 不要說選擇 根本沒有任何選擇權嘛 所以我們一再強調 打疫苗是人民的權利 應該要讓人民有選擇權 政府最重要的責任 就是要找到足夠安全 有效的疫苗 來讓民眾施打才對 所以今天我們要質問經濟部 請經濟部和工業局你告訴我們 這個是你們要求的嗎 為什麼會做這樣子的要求 這樣子的要求 是基於什麼樣子的目的呢 拜拜